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生且为何还是劳民伤财的大幸建妙塑像呢? 佛从体性上说 一切诸法的空性 一切诸相皆是虚妄 这是从真谛层面去说 然而在俗地层面也得要承认有这些像的 这些像也是有它的作用的 如果因为扫荡 那就是断空 就是顽空了 所以佛教的忠道是这种忠道 缘起信空 信空缘起 虽然世间足像是虚妄 但我们全体在心意识里面的虚妄里面 我们要慢慢地通过修正切入到真实 所以世间像也是不能去毁坏的 在虚妄里面也有善 也有恶 也有无忌 所以我们在一些如梦幻抛影的这个世间当中 要修善法 才能够破除主法的虚妄 切入到心性的真实 首先要了解这个 不能一味少当 那么现在生且为什么要建妙塑像 这位同修提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的 你提这个问题的那种心态 那种情绪 我们也都有同感 我们也不是很赞成 劳民伤财的去大建什么庙 树什么像 因为佛教 它是以法为重 但尽管如此 建庙塑像也是一不可少的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宗教的恢复 是以建庙作为它的开端的 这是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文革基本上把所有的寺院汇为废墟了 那么佛像 著词佛法是需要一个场所 是需要一个形象 是需要一个道场 所以我们老一辈的这些出家众 还有中青年 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投在建庙里面 我们不能轻易地去指责他们 我们要好好地感谢他们 由于他们辛勤的努力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一个道场 才能让我们能够到寺院拜佛 烧香 文法修行 都凝聚着他们的汗水 我们要感恩的 那么树像 像是在代表着佛的慈悲 智慧 在末法的时候 一定要见像发心 所以树像 让我们看到佛像 升起恭敬心 敬畏感 就是以散乱心 一称南摩佛 皆已称佛道 树像功德 甚深甚大 我们对那些树像的 无论是捐资的 还是站在第一线去做这项工作的 要随喜赞他 这不是劳民伤财啊 你知道在我们中国大陆 吃喝玩乐多少钱 你不去指责那些 你建个妙树个像 反而让你情绪这么大 那你是不是一个佛教徒 说实在话 我们中国大陆很多寺院 除了古代留下寺院 还像个样子之外 很多寺院建的并不是上档次的 不能上档次是由于 还是经济的制约 就看我们东宁市这个祖庭 很多海外人觉得 这个跟祖庭的这种地位 不相匹配 从寺院的格局建筑各方面 但我们听到这些 我们会心里有数 我们会对上一任的 我一上任还是敬佩感恩的 他在那个八十年代 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 能够建起来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不能站在一个脱离实际的角度 去妄加 评判 那么再回到 可能在网络上和大家 对东宁大佛有种种的看法 觉得当时我们在网上就有一个佛友 直接就把矛头指向我本人了 说你大安到东宁市 去搞形象工程 这么多没有饭吃的人 诗学的人 不管 花那么多钱去见佛像 你是有什么 具什么动机的指着我 这个建大佛第一还不是我的发行 我也发不起这个行 自己能力很有限 这是果一上人的发行 发了十多年行 这个事情在传言大佛的手上 他的压力很大 我本人是在帮忙的 帮忙 既然答应了帮忙 就得要有一份责任感 就得要去做他 而且确实见阿弥陀佛的大同像 在我们中国是具有他的广大的敬业行人 具有他深远的意义 我们这么一个中国大陆 这么多将近一亿的念佛行人 却没有一尊阿弥陀佛的像 所以真正对阿弥陀佛 有一种深刻的宗教感情的人 应该闻到 见阿弥陀佛的四十八米的大同像 要心神欢喜 哪怕自己不出一份钱 也要随喜赞叹 也有一份功德 而必要去说风凉话 我们建大佛不是为了去高利用 不是为了赚钱 以一个东宁市处在经济不是发达的地方 一个私愿力量建这个大佛已经是非常困难 我们的募捐是非常少 我们感觉压力很大 如果你还说我们在劳民伤财见 那我们就见不起来了 见不起来 你想想阿弥陀佛欢喜吗 阿弥陀佛这尊大同像 是要在末法的时候救度苦难的众生 让他见到阿弥陀佛这个像 感到一种油脂回归 慈慕怀抱的感觉 那些罪恶的众生 见到这尊佛像 他一种震撼感 不敢去造恶 所以我们也是带着这种宗教情怀 来树这种阿弥陀佛大同像 我们一直在修改修改 已经快修改到了二十岗了 现在还在提要求要进行修改 我们不是一家公司运作 公司运作可能第二岗第三岗 我就开始铸造 我们将近二十岗了 所以我们是怀着一种宗教感情 来做这个塑像 希望大家只要他见庙 塑像是宗教情怀 是为了佛法的心性提供道场 我们就要随喜赞叹 不要去横加指责 你不能说由于佛说 一切足像皆是虚妄 难道盖庙树像都是虚妄 一盖扫荡 你扫荡得了吗 那你不建庙 就不搞树像 他搞卡拉OK啊 搞赌场啊 那你能够扫荡他吗 你那个扫荡不了 为什么要扫荡这个呢 在我们凡夫层面离不开像 离不开像是什么 就有个执着 叫执善固执嘛 要选择善的东西去做嘛 善相嘛 这才是佛的正确之解 好 下面 地藏经中人 能得闻一佛名 一菩萨名 不论有罪无罪 都不会堕落三恶道 如果有人临终不能认人 神诗也昏迷了 听不到声音 给此人念佛 此人还能不度三个道吗 请法师慈悲开始 要相信佛爷 佛菩萨的名号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它或者根据功德 或者根据它的法相 救度众生的方便 来设立这个音声名号的 所以它对众生的那种烦恼的内心 有很大的穿透力 这个佛菩萨的名号 也是一些众生内心的一些德能 透过外面的一种符号 把它引发出来 符号音声 它对内心有一种引动的 激活的功能 一激活 这个一激活出来以后 你这个念头里面 就有善的东西在里面 当然它就不会认同三个道了 它就跟善的这个道去相应了 是这个道的 那么在昏迷的时候 是我们的地丢意识在昏迷 浅诚在昏迷 但我们深层的意识 还是在那里的 就是文性 所以尽管它是昏迷状态 但是你跟它念佛号 它心里文性适合知道的 它文性 接纳的这种音声符号 就在它深层的神识里面产生作用 神识 它的神识 你不要以为是神识昏迷 它分心意识 意识界的三个层面的 它在识层面的昏迷 它不认得人了 但是它的那种心 就是神识 阿纳耶识的深层的见分 它还是顶顶不美的 还有文性在里面 它会听闻得到的 所以它听闻到了 给它念佛 它就有作用 请问经常持咒 念咒有何功德 如观音 观世音真言 对呀 观世音真言 无论是念 还是念大悲咒 等等 它是有功德 这个叫持名 叫陀罗尼 陀罗尼是从佛的大光明心 大慈悲心里面流现出来的 智慧灵魂 他是不要去翻译他的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就是 实相的那种 无分别心里面出来的音声 所以说音声代表着实相 所以我们去念的时候 这个咒全体就是念心 不是我们的心意识的心 那是妙明真心 实相的心 你若透过全心 极咒 全咒 极心 它当然就有很大的功夫 那么这个实相的心 就像出烦恼的污泥 心意识就像污泥捉水 它这个实相心就超爬出来了 就是一朵莲花长在虚空里面 就能散发它的芬香楼 消除我们的烦恼 所以经常持咒 是有很大的功德 如果你对观音正念 你就一天到晚念 包括你唱你 唱你那种 唱得还是非常好听 非常婉转 唱得还是非常好听 非常头怒 整个就很舒服了 所以你可以去念 请法师开始 在民间信仰中 有时会见到祭同有佛陀附体 或问米姑请来祖先的魂魄附体 与阳间的人对话 而且去问道的亲人 都会来传话 还会知道很多不为外人知道的事情 这些是不是真的呢 这些民间信仰的服卵 这些附体的现象 这些包括用鼻血什么沙盘 这些不要去参与 这个请下来的灵鬼 大仙 包括佛菩萨 这些真真假假 你说他一概是假的 也不能这样说 但里面假冒的人确实很多 有时候他能够说得比较准 有时候治病也很灵 但是你全部去相信他 相信他的药方 说不准有一天就治死了 所以在这情况下还是远离 相信佛菩萨 你好好修行 好好念佛 持住 就好了 之所以问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可问的呢 你问清楚了又怎么样呢 就好像看你的人生就是一摸一摸剧本 你不知道未来剧本的发展 你就这么看嘛 看的心里还有一种期待 一旦你看到第二摺第二摺的时候 你连第五摺的结局都知道了 你这几摺就看什么意思 而且对第五摺你也没有办法改变 你就不要去了解它 而实际上 这个整个的都是心里变现出来的 心里心里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那些结局不可以 没有必要去问 没有必要去问 第六请问法师 我看得不 看得不 却做不到 请问修什么法门好啊 你做不到 说明你没有真正看破 你真正看破了就能做得到 你不要以为你做 你看破了 你看破了什么 你看破了色就不会看到 女人动心 你看到的名就不会对那些媒体动心 你看破了力就不会对那些 不亦制裁动心 你还对这些动心 说明你没有看破 修什么法门 修空这个字 修死这个字 再修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好了 修一以后 道教礼拜可以吗 另外 礼拜的时候 我还没有 修一 要紧吗 第一你 修一了之后 修一是什么意思 修佛 修法 修身 我们在做三归一明确的告诉三个结语 归一佛就不归一外道邪魔 归一法就不归一外道典籍 归一圣就不归一外道邪师 那你归一了以后 你就不要归一其他的 那道教是不是可以礼拜 你道教不要去归一 但是你那进了道观 对那个 这个元是天尊 这个天尊 那你恭敬下是可以的 可以去恭敬 敬神 他也是天神 这个礼拜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居是可以礼拜 但出家人不能去礼拜 礼拜的时候还没有归一 要紧吗 对 你还没有姻缘归于你先礼拜也好 礼拜 拜拜佛对身心都有好处 祥父我慢 机缘成说 你赶紧去做一个三归一的仪式 还是比较要紧 好 下面 海外有的法师打着和谐的口号 常和其他宗教活动 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打着和谐的口号 跟其他宗教在搞什么活动 但总之作为佛教的法师 应该要以自己的本师为至高无上 为自己所修正的法是无以伦比 对自己的身团要有自觉的父子 其他宗教我们可以相互尊重 也可以相互沟通 但是不能说他比我们高 甚至他跟我们一样 在佛教看来 其他的宗教都是属于外道 外道道也不是典异词 他也是比较善的 就是心外求法为外道 很多他都心外求法 那么佛教唯一的回归自行 空 真空妙语 脱离三界的六道轮回 不在这个三界里面再找一个什么天堂 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是超越三界的 是无与伦比的 对这一点我们在跟其他宗教 进行一个这样的交往的时候 要有这样的一种清醒的意识 但在人格方面 在这方面可以是非常平等 甚至我们可以比较谦虚 也不要去凌驾在他们之上 但我们对我们的佛法身三宝的 至高无上的信心和我们的尊严感 一定不能在个所谓的和谐平等当中丧失掉 这就是失去了原则 请问佛是怎么妇佑的 佛的妇佑是感应 感通 你用自成心去念佛 去祷告佛 佛就会保佑你 好多佛注释的时间都很长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注释的时间 只有一万二千年呢 如果我们一万二千年内没有往生 那么怎么办呢 看来你还挺有忧患意识 好啊 生意忧患谁要弄 有这忧患就能往生了 你就想到一万二千年不能解决问题 那以后就是三恶道里面长夜漫漫的 越来越黑暗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越来越到阿比地区去 那怎么办 现在赶紧精神了断了 不能等到第二审了 那么一万二千年这么短 这么短你必要问佛呀 这是众生心里的念力变现出来的一万二千年 佛是很想长久做的这个事件的 但众生不相信了 念力很大呀 所以这要怪自己呀 那么你看阿弥陀佛的亲教师 世间是在王佛注释42节 跟法杖比丘讲 讲做法就讲了 讲了一千亿年的时间 那他的寿命长了 42节是什么概念 我们这个想都想不出 这个多少恒合杀子就恒合杀子 那福报大呀 善根深厚啊 那么我们现在寿命又短 又没有智慧 好不能一闻到佛法 又看得所谓看得破 又放不下 又做不到 做不到你就到什么道去 好 下面 受归一时供养师父多少 有规定吗 请师父开始 佛法不是做买卖 没有任何规定 如果有规定的只有一条 你有不有真诚性 对一个法师来看 你对他最好的供养是法供养 如早修行 解脱生死 这是最无与伦比的供养 这些所谓给搞点红包啊 送点什么物品呢 这个东西只是表达你的心意 对真正法师来看 师父来看 不会把他放在心里 你贫穷 没有钱 有这个自诚心 照样给你帮助 如果你腰残万贯 没有任何真诚心 这个师父也不会去理睬你 好 请问 请问法师 福明品中说 因以什么身得度责 观念菩萨极限 什么身以度质 可是有时以伏祭形式出现的 帮人解决现前苦难的 是不是也是菩萨映现的 同男同女生的话都清楚呢 这里注意啊 佛菩萨一般不会在这个祭坛里面出现 来帮助你 因为这个本身形式就不如法 所以不要过于的相信 也许有很多的假冒的灵鬼 他假冒是观音菩萨 所以这种不是怎么回事 那么除非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因缘 那非常特殊的因缘 偶尔硬化下 他都会告诉他 赶紧撤掉这个祭坛 不能再努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现场题的 弟子经常遇到一些穿着身服的人 在街道上赠送佛菩萨像 并让人签名 为流民者烧香祈福 有的开口要嫁求 弟子曾经在背后非议其行为 并劝人圣服受骗 弟子是否犯无声之过 首先我们要认识 要认证到穿着身服 在街上做这种行为的都不是出嫁人 都是假冒的 骗子 所以你把他检举到公安局去 维护着佛教的形象 维护着身传的形象 你是很有功德的 跟你犯无声之过 根本就达不上价 他本身就不是圣人 告诉我 师父慈悲 老师念佛的老师 怎样理解 也是指念佛方法吗 请法师慈悲开始 并请解释一下 敬念相继好吗 老师念佛 这四个字 好说 这四个字很难落实 我们凡夫的一个特点之一 就是不老说 不正常 做表面文章 自欺欺人 哎呀 这个看得太多了 有些人是不想再看 所以修行佛法得不到力 修行佛法就是要老实 就是要平淡 平时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老实 你真的要了解人生的苦啊 奴旧突然 了解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啊 了解唯有念佛一法 才能处理得了 舍去弥陀的救度 我们就是灭顶之灾啊 了解通途自立自难 和往生净土 仰靠佛的之容易 把一个小我完全放开 心灵完全敞开 接受弥陀的救度 没有第二个年度 也没有这山旺岛 那山高的这种激诈的心 才能慢慢的老实 但他一上来 就有这么老实的心态的人 那可是大山根之人 很难碰到 他可能就是要碰到头部血流 尝试了很多 以后他可能稍微比较老实一点 要有个过程 现在你就 就想到自己是一个很不老实的人 我靠阿弥陀佛让我老实一点 那怎么老实 你一天念三万声佛号就比较老实 在行上一门深入 甚至在解上开始 你也就是一门深入 我在净土经典啊 就是祖师著作 反复看反复看 不要妄想去做大通家 也不要打妄想去 先不要打妄想去弘扬佛法 你自己素质都上不去 弘扬什么佛法 写什么文章 一切都离不堪明和理 这个名利是最对人 是最有诱惑力 最能迷惑人 是最对我们 修行是大脏 这个知名度 对一个大菩萨 对众生有用 对凡夫来说 是一个太不好的事情 他会迷啊 他会颠倒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会把我们不老实的很多烦恼 全部显现出呢 哎呀我多么厉害 我多么有能耐 所以这个世界很难啊 这个在魔的世界当中 就是用这些明文力量 无忧众成 给你灌输灌输 给你得到这些东西 让你高兴一下 最后到底命中时 是空欢平成 万般带不去 唯有孽子 所以老实是需要一个过程 有时候说老实 有时候本人 有时候想想都不老实 还在大喊个妄想 所以还是要靠阿弥陀佛 把一个自己的我 全部放下来 没有任何价值 自己一个人不值 自己罪孽深重 自己承担不了任何的 明文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担贺 唯有完全的付出 唯有不断的消灭障 慢慢的心就平静下来 平和下来 平淡下来 空下来 才有点老实的样子 惭愧 一个人一点惭愧心都没有人 他就跟老实就绝缘了 一个比较老实的人 自己什么都不行 惭愧不已 有这点可以谈一谈老实两个字 我们向这个方向走 还有纪念相继 纪念相继 就是以我们制成恳切的心 来念这句符号 这句符号在我们的念头当中 他一念一念一念 当然是可以伴随着一种妄想杂念的背景 但妄想杂念 他的背景 你不要去注意它 你心心里注重在这个符号当中 这就是有点相似的纪念相继 纪念就是明号的念 明号是魔女宝珠吗 清水珠 是阿弥陀佛的佛心吗 佛心的佛号 他清净吗 投到我们不清净的心里 他有相续 就是纪念相继 当这个纪念相继 以这个真奴的 清净的佛号 他就化解 消融我们的 我们的妄念 消融到万里无云了 那就是真实达到纪念相继 那么这样的真实的纪念相继 就能够冲破我们内心的障碍 所谓的破无名 得无神法忍 得无神法忍 还是少分的真正的清净 那么进一步 断变异生死的各种烦恼 到八地菩萨以上 才算是清净新菩萨 离开心意识 无作妙用 到了成佛才就要究竟清净 三世英国文是佛说的吗 可以相信吗 请法师辞回开始 我不知道你的三世英国文 是什么文句 他可能有些民间的一些 那些像诗歌俗语式的表达 讲三世英国的 他有的是佛经的依据 看一看也有限利益 但是不是佛亲口说出来的 一般来说我们以 进入龙藏 藏经里面 作为判断的标准 现在的人 言喻心都比较重 应该如何降服 这颗言喻至圣的心呢 请法师慈悲开心 现在众生的业障重 这是一个很大的烦恼 首先在观念上 我们要认识到 这个淫欲 它是烦恼最根本的一个 六道轮回的根本 要认识到它的污秽 它的可恶 它遮蔽我们佛性的 这种巨大的障碍 在世间法会把这个淫欲的满足 作为它所谓快乐幸福的源泉 在佛法冷静的来看 它就这种烦恼最重 胀到最严重 离开它就显得更困难 但我们一定要 对治它 当然这里面要求出家重和在家重 还有所不同的 对出家重 它竟然是出家了 修清净犯恨了 要喝胆如来加业了 对它的要求又很高 要离开一些隐喻的行为 独生 在家居士 我们只是要求不邪淫 允许正义 那么现在有些居士就是 他已经能够有一个夫妻 能满足淫欲 他还守不住不邪淫 那真是很糟糕的现象 那么这跟社会上的一种价值观 也有关系 他认为 哎呀 现在能搞点婚外店呢 找个情人 包个二奶 有本事啊 说你这个人就是一个老婆啊 那太没有本事了 他是这样的价值观 于是他这个朋友在街 炫耀这 我又找了个什么什么 我又找了个什么 哎 现在他有本事 这完全是颠倒 所以在这种价值观颠倒 这个首先是观念问题 然后外部的诱惑太大 各种影视啊 报刊杂志啊 电影啊 光碟啊 他都在这方面蜂拥地轰炸 包括网络啊 我不知道网络是什么情况 但据说很多青少年 深受其害的是上网 应该说网络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我是不知道 我是从来不上网络的人 电脑忙啊 我也不想去上上网络啊 但有时候我们会听一些上网络的 一些负面的东西 他人一上网 他控制不住啊 特别是青少年啊 正好很顺利的这个按一下 就能够到到什么去访问一下 一看那么富丽堂皇 不是富丽堂皇啊 就是那种很有诱惑力的镜头一来 还陷进去就出不来了 越渴越想喝 所以现在的各种 由于这个隐喻 给我们现在众生的伤害到什么程度 可以说现在很多的疾病 包括提前的死亡 有40%是由于这个问题 导致的 能够他命中本来可以有什么福报 创造什么事业 就由于他犯了这一点邪淫 他什么福报都没有 冥冥当中对这个万恶淫为首 他一定是抱得丝毫不爽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是非常污秽的事情 正人君子都不能去 更何况修行佛法 所以事淫欲如火坑 我们出家人在学戒律的时候 都常常要讲这种观想 跟女人的手接触一下 宁可手抓到这个火 也不能跟女人手接触一下 把手烧焦了 只是这一期的生命 你跟女人接触产生的烦恼 或者什么会是 你法生会灭 永迫成沉沦 所以你这个 首先在外部方面 像像鲁家文化说的 这个言回 事物 非理夫事 非理夫懂 非理夫文 非理夫言 你离开这些诱惑 这些红灯区 那些什么什么东西 那个导音的东西 包括什么什么表演 这些场所 包括那个卡拉OK 这些场所都是商拿 在这个表面上 理发厅 游泳池 好像都用这些东西 可能里面都包含了 这些内容 他有些这个东西 他不搞这些 色情一点的东西 哪赚得到钱 就是那些演员 这就是胡椒粉 我这个情节里面 不撒点胡椒粉 没味道 众生就这个样子 所以这些东西 离开他 我们每天看 五圣先贤的 像这佛言法语 我们常常去念佛 去理佛 知道这个淫欲 对我的伤害之重 一定要远离他 慢慢子才能把这种 自胜的淫欲心 把它降伏下来 看到一些女人 怎么去观想他 你看看聊天 这些的话题 很美的美女 实际上就是一张话题 里面是凶恶的 狠的罗产 而且非常污秽 就是一张皮 里面污秽自己 种种肮脏 三十六种不尽之物 你一看都看都不想看 怎么还想有那种行为 不尽观 然后再观想一些 异性女人 是自己的母亲 是自己的姊妹 是自己的女儿 这个心他也能够淡观 慢慢子 首先要有这种慈戒意识 你如果受了五戒 就得要发一个大怨 每天在佛面前发怨 宁可守戒而死 不能破戒而生 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沙米 他为师父脱泊的时候 正好到了一个 大夫长者家里 那个长者的女儿 一看这个沙米 长得很英俊 就对他产生了染污的心 就要他跟他来过性生活 沙米是个很实戒的 这时候就不肯 不肯这个女孩子就说 你如果不肯 我就到国王那去 说你是对我强暴 怎么回事 还故意制造那样的情节 这时候沙米看了这种情况 他说 好好 我答应你的要求 你等我一下 你到外面先等一下 他就在屋里面 他带了刀自己自杀 自己自杀 这个女孩子一下子就害怕了 害怕等他的父亲来了 一看他 沙米在这 是死了 怎么回事 最后他也不得不说 说出这个真实情况 那么这个事情 连国王都很赞叹 宁可守戒而死 不能破戒而生 所以这个时代 对这个烦恼比较重的情况 就是每天要发这个四年 这个四年一发出来 一定要在现实当中体现出来 碰到这样的境界线 我就选择死亡 修道啊 不把生命作为赌注 这种烦恼就 击退不了啊 有时候就是用生命 给他做赌注的 我们这个界才能把它持好 这条界一定要持好 这条界持不好 对出家的人说 他上市的出家比丘的资格 对在家的人说 他这条界没有持好 修行的功夫也完全没有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一个人是不是持戒 你尽管很保密 很保密 佛菩萨你保不了命 你这个内心保不了命 一旦犯了这个界的人 肯定行为当中 或者在大众场合当中 他会表现得萎缩 胆怯 只有持戒持得好的人 他无畏啊 坦荡啊 能让他修道才能够进步 执行是道场啊 无欲则刚啊 没有这个欲 那其他欲都都下去了 有这个淫欲的心 他财富对他就很重要了 这个外面的穿着打扮 就对他很重要了 他的排场就很重要了 因为要吸引异性 所有的都都来了 如果这个一旦下去 他什么都都清凉的多了 确实这是根本 也不需要高社会 也不需要持那么多 知养品 好好持好这条戒 确实这在现代社会 是否持戒 持得怎么样 这条戒可能是第一标准 把生命作为赌注 唯有破釜沉舟 才能够把这个淫欲的魔力 把它击退 请法师 慈悲开示 什么是菩提心 为什么要发菩提心 如何发菩提心 往生进度 一定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 菩提是决心 佛果菩提心 心是众生能发之神 这个菩提心就是 我要发一颗 上其佛道下发众生的心 这叫菩提心的内涵 菩提心又分他的几个次第了 福心菩提 求分正菩提 出道菩提 他有些这样的次第功夫 如何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因缘很多 或者由于感觉到生死轮回的苦难 发菩提心 或者不忍众生苦发菩提心 或者不忍众众众众衰发菩提心 或者上报事从恩发菩提心 等等这些 因缘都不一样 如何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方法很多了 大家好好看看 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论 劝发菩提心文 这里就不详细解析时间关系 往生净土一定要发菩提心吗 往生净土的菩提心 首先是谈身性切愿 身性切愿即是净土中的 往生净土的菩提心 能否一向尊严阿弥陀佛 在这个净土的信愿词明的菩提心里面 也含色就完整的深刻的含色 做菩萨四公四悦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本质对他 他是没有两样的 然而他比通土的菩提心又单刀直入 你只要身性切愿 如果对于下庭的罪过深重的众生 他在灵命中时闻到佛的名号 就是为了求救度 为了解决苦难问题 这时候他就是身性切愿 不谈上求和下化的问题 他也能往生 然后到西方净土 就发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不平 他种种层次 各有不义 好 这个看看现场的 请问法师人最初是从哪里来的 六道又是怎么产生的 谢谢 人最初大家看一部佛说 这个四道起因经 那个那部经谈人 地球上人最终是从光阴天过来的 势必演变过来的 光阴天是在出禅天里面 所以看来这个人类不是在进化了 是在退化了 退化到我们现在这个苦老的样子 六道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的涅力感到的 实际上在空性真如层面 六道都是梦幻抛营 这个如理生坛 那是以后的事情 请问法师 我是个很相信命运的人 命运生之极定 以后就不能更改 命运弄人 为什么要勤劳善良的人也没有好报呢 请问西方极乐世界 你我都没有看到过 听是听说过 但没有去过 这是人们的幻想吗 我自己行善 是觉得自己拨泪就对得起别人 要是有西方极乐世界就太好了 首先 命运呢 命运绝对是有的 这个对于学佛人说应该这是个常识 命运就是我们的涅力 往事的涅力 构成了今生的穷通受邀 福报的前身 那么命运 以前的命运的轨迹 它也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人是具有主格能动性的 他的这个命运 也是由我们的心变性出来的 如果我们心力善力大 就能够对原来的命运轨迹 产生一种影响 他的一种偏移 所以这个 你不要看勤劳善良的人 怎么没有好报 现象上可能有些善人 他没有好报 恶人也活得很滋润 但是他的这个因果 是从三世英国来看的 你说现在的恶人 今生的恶人 并不意味着他 他以前是一个恶人 他以前可能是个善人 记得很多善德 今生由于因缘不对 他造恶了 造恶以后 他享受的这个福报 是他往昔的善因 艺术国 那么今生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善良人反之 善良人并不意味着 他前身是一个善人 也许他是个恶人 但是他主造的恶因 今生他先成熟了 然后他善良的这样的行为 在他以后或者下一辈子 或者下落干生产生出来 所以这种善恶应我报应的原理 是决定不虚的 要从他的广阔的生命 背景当中去看待 西方经济世界的存在 他是超约凡复的情境 梦都梦不到的 之所以我们相信他 这是释迦摩尼佛亲口所宣 千金万能共子 佛是一切智人 佛是大慈悲人 佛不会骗我们 我们先是由于相信了佛格 佛的人格 我们相信了佛说的话 然后通过相知的话 我们再去念佛 而这一念在我们心里会产生作用 我们觉得念在阿弥陀佛很清洁 为什么很清洁 内心本具 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心性也不陌生 是家里的境界 所以对西方极乐世界 绝对它是存在的 所以今生能相信西方进度存在 我们修行善德 修行善德不仅仅是觉得不内疚了 或者这只是一般的心态 我们修行善德还是要为道去修 那么我们一切世间的善 都要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把这个所有世间的人天善 变成了往生净土的资粮 无为的功德 然后又把它回向给法界一些众生 那这个功德就更为放荡 人应该追求什么 这世间真的有鬼吗 有鬼就不就有佛神的存在吗 世间的事物都是互相对立 不是吗 你问这些问题 你是佛教徒吗 如果这些最起码的问题 你都没有解决 你还来念什么佛 那不是假冒的吗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里面就有鬼道 使法界里面就有佛道 所以你好好看看佛教的基本常识 好 请问 请看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本里 有人说 师父吉祥 有人说念佛之事 为后事赔之福的 是对末法众生的权宜之教法 要想求现身解脱 得学禅 活学密才行 你怎么看 请慈悲开神 阿弥陀佛 佛已经玄计 在末法时代 斜师说法都很不少 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 修行佛法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障碍 就在于我们很难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遇到真正的 值得我们去修学的经典和祖师的法语 所以这个七绝分里面 首先是执法绝分放在第一 那么现在受世间提供的 一些学佛人的因缘太多 太复杂了 所以你忽然一下子就撞到了 都马上听到这个 念佛之事为后事推点福报 他不能解决生死问题 那你听到你一相信 那当然对念佛一点信心这么一样 那么念佛代耶往生 阿弥陀佛慈悲的四十八大人 救度我们这些苦难的动生 当生解决问题 这是释迦牟尼佛千斤万人共子和宣说的 那你是听佛的 还是听所谓友人呢 你是皈依佛 还是皈依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呢 要听佛说呀 不要听人说呀 这个人说的话 跟经典相吻合 我可以听他 跟经典完全相伴的 就要远离他了 离得约远也好 所以念佛 他念佛行人没有后事的概念 当生解决呀 他讲一个后事陪着佛法 说明他对念佛法门整个都是一窍不通 什么叫权益之计呀 这个念佛法门是称信而说 是大畅足佛之本怀 什么是权益呀 你说仁天法 说身为元决法 这是权益 这是由于他相信不了一秤法 由一秤法开出二秤三秤乃至五秤 这是权益 最后到法和会上都要倒规 由十开全 会三归一 还要完成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净土法门是一代史教五十宣说 是称信而说 无问之说 所以今生了断 就是要靠念佛法门 你想修禅想在今生了斗 那难得其人 那正好指路就指错了 本来这个方向应该是向西边走 不然你指到向东边走 南远百折了 越走越远了 那你修禅是什么概念 修禅定 罗来禅 祖师禅 你说这个话就可能连禅的这个意思都说不清楚了 禅是什么 怎么叫学禅 你能修世间的哪个禅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八定 四空定能修修哪个定 都说不清楚了 又是跟你说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所以你可千万不要听听这些 好好读《净土五经》 好好去读印光法师文操 你如果他选择善知识和怎么没有眼睛 给你指一本书 印光法师文操 你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就看印光法师文操 一定要奉行 绝对 没错 不要随便乱听乱看 这个险象还成 这都是好不容易学习佛法 由于知见第一步就卖错了 搞得个邪知邪尽 而且耽误了自己 可能由于你还耽误了别人 那罪过非浅 求生反度 那可不是太冤枉了 大家一定要加以警觉 在这个时代 尤其这个时代 有加以警觉 好 南无阿弥陀佛 祝你 祝你 孤独得乐 祈愿众生回归安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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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